明天你男朋友要带你去见他妈 明天你儿子要带他去见他 那会不会突然明天咱们就发现 原来你男朋友他妈 他妈就是他 不就是见个人吗 这有什么纠结的 这样这样这样 咱们跟这演练演练 我就假装是男朋友 我就假装是儿子 咱把明天那个场景排练出来 再现出来 你们俩心里不就有底了吗 好啊 对不对 妈 她是我女朋友 谁你妈 谁你妈 她有鼓掌的 我太紧张 我太紧张了 她是你女朋友 不是 会不会太老了点啊 妈 她是我女朋友 谁你妈 你女朋友她会不会太老了一点啊 谁老 我太紧张了 你这就是赤裸裸的报复 你看出来了 这样这样吧 咱们设定一个场景啊 就比如说你在家里边等着我们俩回来 然后你跟我一块回家见我妈 好不好 你按门铃 你们家我第一次来 我按门铃怪怪的 现在是我们家 以后不就是你们家了吗 好甜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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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俩会不会入戏太深了 站好了 我们这儿培养一下感情 这怎么了 我们家住垃圾车里是吗 小心了 咱们家躲着垃圾呀 里边你回来了 赶紧来帮忙啊 很重啊 叶团长 我觉得你比我们俩入戏多了 你爸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 好重啊 谁 我爸 把他丢了 别丢人了 妈 喂 一一九 是一一九吗 我看到这个特别奇怪的家 你干嘛呢 你别打了 佩玲 问题就出你这儿呢 我 什么 你一个普通的门铃 叮咚 然后就开门了 你这儿就开门了就 开门 普通门铃 来来来 门铃 叮咚 开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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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团长 你就是一个戏精啊 你 你给自己家太多戏了吧 咱们家住保险柜里边是吗 开一道门就见面了就 开门之后我要干什么呢 开门以后 你看见我带回来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你乐什么呀 您也别乐 您也别乐 你开门看你带回来一个漂亮女孩 然后你就略带醋意地问 哟 这么漂亮 你是谁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来来来 再来再来 来 按门铃 叮咚 开门 开门 哟 这么漂亮 你是谁呀 我你儿子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问他 问他 哟 这么漂亮 他是谁呀 我 我 我 还是我 亲爱的 你是敲错门了吗 你别说话 行吗 哟 这么漂亮 你是谁呀 妈 她是我女朋友 那您是 你是不是真不认识我呀 你是真敲错门了吗 妈妈 妈我给你好好解释一下 我是你的亲生儿子 她是我亲生的女朋友 亲生 她 她是我的女朋友 妈 我您儿子 她是女朋友 来 佩玲 这是我妈 来 打声招呼 阿姨好 好好好 早就听说了 而且今天要带女朋友来见我 仔细看一看 哟 这姑娘长得 真是让人不起邪念呢 好 您看起来好年轻 您看多种事 最多就87 不能再高了 她说什么 她说您最多21 不能再高了 你还气息啊 妈 佩玲 咱们进屋聊吧 在门外打出脑浆子不好收拾 亲爱的 怎么了 我觉得你妈妈对我好凶哦 她好像孙二娘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敢说我儿子弱智 谁说我弱智了 你儿子才弱智呢 那咱们就别攻击孙子了 行吗 谁孙子 她儿子就是我儿子 就是您孙子呀 你真弱智啊 我没弱智啊 你凭什么说她弱智啊 这位阿桑你乖乖的哦 诶 啊 他刚才是你在说 我都没说哦 你说台语是哦 说台语不行 我就是爱说台语 我就是买说台语 要怎么 说就说啊 我都没有参与感了 你说啊 我说就说 大家都有听到哦 是他说李丁弱智 不是我说李丁弱智 现在大家都感觉李丁弱智 别说了 我们家都弱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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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丁我告诉你 台语你听不懂 我帮你翻译 刚才我和他 我们都说你弱智 我就这句听懂了 你们是在用国语侮辱我好吗 干嘛呀 我好好演戏 弱智 我聪明着呢 干嘛呀 你大老远 你从北京 你请个弱智演员来是吗 你从北京你请个弱智演员来 你图什么呀 便宜呀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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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�